不只股民愛台積電 外資也捧場 目標價從一千兩百八十元到一千六百元 都有人喊 因為AI需求才剛要開始 為這家這喜化讓市場更有信心 AI語言模型背後的關鍵算力 都得要靠強大晶片支撐 而台積電在AI發展地位不言而喻 AI技術持續引領全球趨勢 未來將從半導體外移到金融 醫療領域股民當然得抓準時機 主任ETF主動式基金 績效更為可觀 上市含積量高的摩根新興科技基金 拉長來看報酬率上看百分之九十 好驚人 而國泰科技深化 光是半年報酬率就能有百分之十 也難怪小資族蜂擁而至 尤其是小資族資金也有限的話 其實不論是買零股ETF跟基金 其實定期定額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搭配一些單筆的逢低成接 面對未來明年跟後年的整個 國際情勢的不確定性 跟我們這所謂的AI狂潮的提升 其實相對於主動型基金的話 它其實更具有空間 在AI狂潮席全球之下 台積電基金也成為 搶手標的 在前面陳世雄 劉鳳子 台北報導